匡线特别注意,因为同学自己 这个是某个同学问的问题,因为他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万事俱备,只差什么,把匡线 画上去,他就可以列印出去了 但是这个步骤他也不想用那个手动去做,所以他 遍寻了很多书籍,发现奇怪 为什么很多书,书里面也没提到怎么去画匡线 那所以我顺便讲一下,其实画匡线并 不困难,刚刚有用过 其实主要是什么,就是用那个boulders,那个物件 那我讲过了,其实那个boulders的物件不是只有在储存格,一格 如果你是一个范围的话,那很简单,你就告诉他什么range 哪个range,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范围好了,如果我希望这个范围 帮我呢,画个框线的话 那很简单吧,你就range A1,你一直到什么 G7,点什么呢,boulders,点color OSEN不一定color,你可以 给他一个什么呢,给他一个线 那我们基本上demo,我们会有 五个按钮 首先的话呢,如何把这个框线里面加实线 OK 加实线 很困难吗?不会 一行程式搞定 好 第二个 可不可以加,你要黑色不好看的 那我加个红色 换个颜色 红色 OK 那再来的话,你想说 那我这个线条 太细了 我可以换个 线条的粗细 那我可以用最粗的线条 可以 OK 所以 反正就三个步骤啦 其实就三行程式就搞定了 一个是画线 一个加颜色 一个在调整 它的线条粗细 OK 然后最后呢 还有 清除框线 可以加也可以清 清除 到底跟大家一样 就是colorindex 等于x or none 搞定 一行就可以了 好 不过呢 你想说老师 那我们基本上 不是那么 简单 就是说 只是这个范围 我希望 看能不能 这边 就是 我的栏位的 栏位跟资料中间的 这个部分 跟这个部分 实质这个部分 我希望用 不一样的线 比如说是双线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这边 这边是双线 其他是 单线 我做一次 这个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这边跟这边是双线 其他是单线 那你就可以把它预览列印一下 把它print出去 他在那个印表机看到就是这个格 所以以后的话 你假设 输出之前 你希望把它做一个表格框线的话 基本上 城市不多 大概就是一两行 顶多三行 事情就搞定了 那可是怎么做 OK 特别注意 这也不是书里面 参考的 都是 官方 资料 然后加上自己测试 发现其实框线还蛮容易的 OK 这坊间书其实真的你去翻一翻 还真的没有讲到有关框线 怎么去设定的 好 那我这边讲一下 其实城市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加实现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 其实云端上也有啦 城市不难 不难懂 第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 一样插入一个 程序 名称叫加框线 底线实现 好了 假设这个名称 那你就直接给他什么 Range A1到G7 有没有 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 电 一样是个boulder 有没有 boulder 也是加S 因为他有 很多条线 电 他里面boulders里面所有的 他的属性跟方法都在这里 有些用得到有些用不到 不过有些 你如果不知道 暂时先跳过 其中的话呢 我怎么知道 哪一个地方是 是把它变成线条的 其实预设是没有线 虽然你看到这灰色 但是列印出去是没有框线的 所以呢 这边的话 有一个叫LightStyle LightStyle就是线条的样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实现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要实现是什么 你总不能打一个中文给他 等于实现 他一定不如理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字 他看得懂的一个答案 那答案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没关系 游标放在LightStyle上面按什么 F1 对 F1 答案就出来了 对 Core Help 你不知道 就像以前 玩那个意志中的 综艺节目嘛 向外求援 向谁求 像 官方网站上就有了 所以特别之后 很多属性 你不知道没关系 F1就有答案 但是你要慢慢习惯 官方的说法 很多答案都躲在一些地方 这边好像 他这边有讲 连续线 不过他是只有说 如果你要在什么 绘图上面加框线 不过答案不在这里 答案在这里 有没有 LightStyle 点下去 你会看到 如果你要哪一种样式的线 他会在这边跟你讲 有没有 连续线 就是这一个 叫 XL 什么 Continue 然后呢 这边有虚线 然后有什么线 什么线 这么多线 对不对 如果你要双线的话 像我们 刚刚有提到这双线 这个怎么double 就加一个XL就OK了 但你可以背 如果通常 我也很懒得背这些 反正记得F1就好了 F1之后 但是他有躲起来 他躲在哪里 躲在这里 超连结再点下去 所以以后 恐怕你们要慢慢习惯 官方说法 官方资料里面的 他有一些线索 他都会给你 但是只是说他放的位置 有时候乱放 不过我已经很习惯了 刚开始是真的完全没法接受 怎么有人把那种 官方的资料写的这么的 让人家无法理解 慢慢发现 你跟他看久了 其实就习惯了 因为你不要认真去看他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要太认真 你认真你就输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也是一样 不要太认真 去看待他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东西而已 OK 所以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真的有的东西 刚开始我看到这个真的很不习惯 为什么会这样 慢慢习惯之后 其实也就很自然了 他如果不是这样 我反而觉得 他 怪怪的 所以慢慢看一些官方的 这些 说明档 一下子就可以 马上可以适应了 马上就适应环境 所以 习惯 所以习惯他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另外当然 坊间也会 给你他一个名称 也可以给一个值 其实你输入E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比较不建议你用E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用E 对会不知道 但是有些书里面会给你 参考答案 参考的程式 他会用E 如果你用E 你 你不知道这E怎么来的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 他两个都可以 但是我比较建议你用这个 Excel continue 这个常数 将来你给人家 人家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这边后面贴上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这个做完成之后的话 再把它执行 线就加上 那如果你要双线 要虚线 你就把LightStyle改一下 答案就在那里 F1就出来了 自己再查一下 第2个就是他的颜色 所以这LightStyle 后面再加一个Color 执行 就变红色了 那粗细的话 就是 就是 刚刚还有看到有一个什么 叫Weight 应该是Weight没错 Weight W 这个Weight 好像是指的是体重 Weight 他的什么Bolders的体重 这个属性怪怪的 可能他有其他的翻译 H指的是他的那个 粗细 那这边的话 等于 等于你又不知道 没关系 F1 有没有 他又跳出来了 那WeightS你怎么知道 他线条的粗细 其实这边有一个 超连结 点下去 一样会跳出来 他那个线条的粗细 那这边的话 总共会有分成 1234种 所以最粗的线是这个 假如说我要这种的话 Ctrl C 然后直接 Ctrl V 贴上 所以你把这个地方 位置贴上 那就直接执行 就完成了 清楚的话 应该各位 比较容易理解 Excel 浪就好了 一行 OK 其实我是把 LightStyle 把它改成没有 这样比较快 如果你改颜色的话 因为颜色 改完之后 他还会残留一些 其他的LightStyle 所以你把 干脆把LightStyle 改成没有 他就恢复成原状 但是可能最下面这个第五个问题可能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需要什么 除了加上实线之外 有两条线比较特殊 这条线 跟这条线 那你想说 这怎么办呢 其实刚刚有讲过 因为 Bolders 它是指的是 至少是四条线 上下左右 那我们可以怎么设定呢 这可以想想看 其实关键就在 那个 上面这个范围里面的 上面的这条线 跟 假设这个范围里面的 左边这条线 如果你只是要这个范围的 上下左右某一条线的话 可以设参数 没有问题 做法上我想 我们这个地方干脆直接 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做法不外义就是 前面两行 跟 实线红色一样 最后的这两行不一样 因为我第一个 我要设定的是什么 设定的是 这边这个范围的上面的那条线 那这个这个范围我先圈起来 A2到 G2 对不对 它的上面这条线 如果你不指定是所有线 所以怎么指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其实你可以 双线的话就是 你这个 点 双线 一样是Bold 加S 但是关键来了 我如果只要上面那条线的话 请你特别注意 他跟那个刚刚向下追踪那个and很像 and不是刮弧吗 他会上下左右出来 所以一样 你这边给他一个刮弧 你会发现 他一样会跳出什么 上下左右之外 他还有斜斜线 不过我们只要知道说 我要的是edge的什么 对不对 TOP那一条 因为我选的是 这个范围 的上面这条线 所以我告诉他说 你只要帮我格式这条线 刮弧就好了 那如果等一下 这边有没有 Bold的A7到A A1到A7的话 那就是 右边这条线 里面的什么 点 LightStyle 一样 那你就给他什么 XL什么 Double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去查的 这个是指的是 我 画出 上面这条线 然后下面 这个是指的是 这个范围的左边这条线 分别画就对了 所以以后 你们可以先大范围的 部分的框线先画上去 再去画那个小范围 你要去变更那些线 画一画一画 全部做完了 这样的话你VBA在画线 格式 其实可以做出很多变化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我额外补充就是在 底下 这个框线物件 这个框线物件 12345在这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补充说明有关那个 以后 如果你VBA 最后要自动化 因为你要输出 报表签 你一定要先把那个框线 先先先 画上去吧 他以往同学都是 最后卡住 因为这个也是真的是有个同学 他非常认真 他这把VBA的东西 用在他工作上面 可是他最后他 很认真做完 但是他最后却不知道怎么画框线 那他觉得很 很可惜 所以他把他的问题 拿来问我 然后来我就想一下 对这个 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 很快的就可以把你的框线给画完了 那你可以把它输出 其实就很方便